打破框架 心灵的解放 战和尚不得不信 战和尚现在开始啦 各位荧幕前的朋友 局势们 年轻朋友们 大家过年应该愉快吧 迎来了2024年的农历年 我们已经走过去了 然后很明显的这次过年呢 这个大家应该该去玩的去玩 该做什么的做什么 怎么样过一个年 让我们真正迎向欢喜 充满希望 但是呢又勇于面对挑战的 全新未来 这其实是过年很积极的意义 我知道过完年了之后呢 无论是大人啊 或者是乃至于学生啊 或者是这个上班族 男生女生多少都会有所谓的 这个长假过后的收价增后群 这样收价增后群无非就是 它是什么会产生呢 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在一个强烈的放松之后呢 重新要回归既有的 或者你感觉是有压力的 惯常生活 或者是一个我们讲职业生活 或者职业的或者是必要的读书生活的时候 你的过去所发生的那些压力感 木然的都回来 那整个这个过年期间 或者叫长假吧 他会有一种买醉的心态 到时候再说呗 那种到时候再说是对的 你总不能说在放假当中 还在想的那些工作压力 这是对的 但问题是重新在提起的时候呢 佛教讲放得下要提得起 往往我们是放得下提不起 要不就是其实也放不下 然后也提不起 诸位 把你那个娱乐的过程 或者是你放下那个过程 在你脑子里头 当你有了这种 就是所谓的长假征后群的时候呢 事务教你一个心态做法 有两三个动作要做 第一个就是在 比如说明天我们要上班了 今天开始会小忧郁 小紧张 或者是那种不确定感 又冒出来了 那开始就会难堪了 这就是征后群的现象 甚至于到隔天的真正上班 都懒洋洋 然后你会看到星巴克啦 哪里啦都开始买医送医 因为你太需要咖啡了 太需要甜点了 太需要那种安慰剂 我能理解 要记得你怎么去疗愈他 首先回忆一下 你这放假以来 你做了些什么愉快的事情 然后你心里头要 跑过一遍那些愉快 坦白讲哦 愉快的回忆 其实最终换来的是 失去的惆怅 是这样子的 可是呢 你要知道 就是因为有失去 有过去 你才能够永恒的迎向未来 你要这样想 所以呢 让你去 做心理上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去回忆一下 那个过去 是指的 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没白过 告诉自己这样 我经历过这些 哪怕我只是到 蓝宇去骑脚搭车 去机车还摔了一跤 或者破链 是这样 或者是你在蓝宇的 那个可能唯一一家 或者两家的 那个什么呢 便利超商那里呢 傻傻的在那里吃泡面 记得 那都是你人生当中 不会再经历了 或者不必要再经历的事 那这就是价值 你要找到 那些过去的价值 那不是只是一个 游乐之后留下来的惆怅 告诉自己 那就是我生命中 曾经经历过的 他给了我一个 焕发的不一样的样子 所以呢 我不要再留恋 那个过去 我也不要留恋 那个放松的感觉 我因为放松 是因为什么 因为有今天的压力 我才需要放松 不然每天都是星期天 还需要放松什么呢 所以你要知道 放松跟压力是并存的 你那个愉悦的放松 其实就是压力所给予你的 那今天呢 今天那个放松又反过来 成为你的生命的价值 你首先要知道这样 所以先在心里头呢 告诉自己 所有那过年当中 所经历过的愉悦呢 不是成为背影 成为一个已消失的 令你怀念的过去 不是这样 而是成为 真真实实你生命中的资粮 真正放松过的资粮 那这当中搞不好也有不愉快 也有什么样 或许啦 过年也不保证什么都有 那你也要告诉自己 没有啊 本来 人生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愉快当中 很pure的愉快 本来就会具有那种 不完美的挑战 我经历过了不是好好的吗 要先这样想 那所以就把自己 在过年当中所经历的一切 满意的不满意的 预计的不预计的 或者甚至于觉得有灰色的那部分 通通归纳为你生命成长的资粮 勇敢的要这样做 无论你是什么年纪的人 都要这样做 那第二个呢 现在跟你这样讲 不晓得来得及来不及 但是未来你还可以这样用 因为未来一整年当中 还是有假期的 你要有个仪式感 什么仪式感呢 比如说 比如说你就在回家的 那个过程当中 你拽到某一间宫 庙 寺院里头去 那么他只是烧个香 然后告诉你说 告诉那位佛菩萨 观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释迦佛 阿弥陀都好 或者是哪一尊你相信的神明 然后你跟他讲 弟子回来了 我去做了什么事 我回来了 明天面对全新的工作环境 承认自己 我自己觉得有一点压力 希望呢 佛菩萨或者是神明 给我呢 全新的力量 让我呢 面对旧有的挑战 却有新的心态 能够呢 更加健康 而且有新的创意 来完成我既有的工作 这是第二 你要这样做 那这样做只是经过而已 那你甚至可以一个合掌 心中默默的期许都好的 特别是对佛菩萨 佛菩萨的话 甚至于你不用在现前 你不用到他眼前 你都可以这样 但是如果你的是 刚好是神明信仰的话 可你就真的要走进去一下 他们有来去的 你要做一下这个动作 去做 那接下来就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呢 你真正第三步要做的呢 你可以把这几天 每一天 做的那个主要的内容 你稍微几个字写一下子 比如说我第一天 我去日本 然后呢在哪里泡个温泉 第二天呢 我到了什么地方 然后第三天我怎样 你可以这样 或者你觉得遇到哪一个人 你把它写一下 写一下就是连结 我刚刚讲的第一个事情 它就是你生命的资粮 然后你在心里头默默的说 这就是我节下的善缘 哪怕我是住个民宿 我节下的姻缘 哪怕那个民宿呢 或许有不太好的经验 也没关系 你接下一个经验 这些经验都成为你未来成长的机会 跟资粮 然后写下来看着它 这些文字就带领你 更真实的 再经历一次成长的过程 我讲成长是什么意思 人生是在很多看似无畏的过程当中 在累积成长经验 这就是你看你全心全意的去放松 全心全意的去游乐 那是多难得的 你要这样做 那之后呢 洗个澡 就像洗净昨天的你 我前几天的你一样 你要告诉自己 先说我要去洗一个澡 这个澡呢 是一世之澡 我洗完之后呢 所有的娱乐营或放松营结束 我将拥有一个全心的我 干净的全心的我 我要打算 去面对全心的挑战 我可以告诉自己这样 所以我要准备好 我今天要睡饱 然后呢 告诉自己说 可以了 我准备好了 那就很自然的 听听音乐啦 或喝个什么牛奶啦 什么你愿意怎样 然后就轻松的怎么样 躺下去想睡觉 万一没有睡意 不要那么快躺 坐在床沿 或者把脚收起来 心中随着你的 观察你的呼吸 吸进来的时候 你知道吸进来 不要理他哦 知道吸进来 呼出去之后 就知道呼进去 然后你呢 吸进来 呼出去的时候呢 你心中记忆 他第一次呼出去 然后在吸进来不理他 第二次在呼出去的时候呢 你记得这是第二次 我注意到他了 呼出去 你就这样坐着 轻轻地坐着 甚至不用盘腿 没关系 就这样坐着而已 那第三次呼出去 你记得是第三次 大概你初练习的时候 你撑不过五次 你就忘记了 刚刚数到哪里 你懂啊 然后你不要 这不是在干嘛 这是在让你 开始看到自己 然后再 好 重来 忘记了 刚刚数到第几了吗 重来 一 数到五就好 如果你能一开始 下手就能做得到 那这样恭喜你 不错 那如果做不到 重来 一数到三就忘记了 刚刚数三还是数四 数五还是数四 搞不清楚 然后就重来 这样子数个几次 专心但不用力 那么呢 专注但没压力 然后就数 你不要去故意呼吸 你就转坐着 那注意力放在哪里 注意力放在这个 人中这里 他有气呼出去的 你就心中数一 就这样就好了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还可以一之后呢 还可以加一句 阿弥陀佛 或者南无阿弥陀 跟一下 这样就更有记忆 念完阿弥陀佛 大概也该吸了 你就是吸 吸不要理他 呼出去的时候 南无阿弥陀佛 心中记得二 一数到五就好 几次之后呢 你会感觉一件 很平和的 感觉 好像对明天充满了光明了 好像有什么事情 如果这个休息过程当中 有什么遗憾 或者不足的 好像没有什么 你相信我 你坐过看 那这样之后 你若觉得有点累 你就坐 你就躺下去 不要说要睡不睡 你就自然躺下去 准备睡 然后那个 注意呼吸 还是继续注意的 一到五 那如果你真的是很特别的人 你一到五很容易 而且是自然的一到五 那就一到七 最后一到十 不要再超过十一 不要数超过十一 一到十 回过头来一到十 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会帮助你 收价的最后一页 很peaceful 很宁静的 而且很有内观能力的 这样睡着 这样 那如果不睡着呢 也没关系 你要是告诉自己 我累积足够的能量 我也准备好了 我刚刚称呼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叫做无量光 无量寿 他有无量的光明 无量的寿命就是力量 光明是智慧 有智慧没力量 有力量没智慧乱用 对吧 是力量跟智慧统统有 那我明天有力量 有智慧面对全新的我 全新的工作挑战 我想收心价这样做 你按照我刚刚讲几个 心理建设实质的作为 疑似感的作为 跟内心里头的条链这样 一定有办法 让你在明天 你会豁然的跟你的同事相比 跟你的过去相比 你会发现 我不一样了 住宿会成功 一定有效 阿弥陀佛 小铃铛响 注意啊 按赞分享订阅 然后你这个小铃铛要响起来 大家看我们下期しゃれ 为了 这个小铃铛 再行